好可愛 白白胖胖的鹹湯圓起鍋 再搖上一碗熱湯 每一顆湯圓比十元硬幣還大 滿滿的客家味 一般的外面的那個 它會外面都是硬 可是它的筆的話就是 吃起來都是味道比較嚼勁 比較熱 糯米外皮散發濃郁米香味 裡面肉餡飽滿紮實 大口咬下頗有分量感 連銷預定薄到手軟 往年大概都是三桶以上 它是今年真的包大湖大湖 從早做到晚的 沒辦法 因為那種是純手方的東西 沒有辦法說兩盤 位於苗栗厚龍的 這間古早味湯圓店 老闆娘說 從阿嬤那一帶傳承下來 夏天賣餅 冬天賣湯圓 那會不會有夏天 會想要來吃湯圓的怎麼辦 要等到我們開始賣湯圓的時候 才會有 苗栗還有開運五行湯圓 代表金木水火土 外型有如彈珠般色彩繽紛 另一間客家米食DIY體驗工房 捏出小豬鼻子 圓滾滾臉旁 俏皮的豬鼻子 內餡使用紅麴及白麵糰混合 仿造五花肉身體紋路 煮熟後一顆顆浮在水面上 油亮淘洗 另外為了呈現紅肉 黃肉西瓜湯圓 配色上也下足苦頭 只為了元宵節 博人眼球 三立熊黃夢長